土如禽獸死可憐 各位你看連動物都這種行為更何況是人類 所以我要藉著我在餵食 我在飼養草石動物的時候 我看到他們這些很珍貴的畫面 很珍貴的這些動物的行為 成為教育 把它拿出來成為教育 所以我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聊到網上我一定要講草石動物的生態 鼓勵大家真的多吃素菜的果物長 很多老師跟我分享說 現在孩子不愛吃素菜肥果了 他們一定要吃炸雞塊 一定要吃什麼什麼 哇就是很大堂的漏淚 可是很難排便 可是腸子很不順暢 那麼導致他們皮膚不好 很容易搔癢 很容易怎麼樣一大堆問題 那麼甚至於活小學生居然在洗腎 這些問題已經都是食肉的關係 每天下午都去買一包協助機 炸雞塊 最後這個小孩子洗腎了 各位這個新聞讓我很震撼 我真的有點嚇一跳 是的 所以在這邊一直鼓勵大家 真的可以的話 那麼我們藉著草石動物的生態 來跟大家分享 那麼飲食的重要 蔬菜水果飲食的重要 那麼以及校長文化的重要 那麼以及校長文化的重要 所以鼓勵孩子來農場 成為這樣戶外教學的活動 我們又很那種真的是 我們草根性很強啊 就像鄉下的歐巴桑一樣這樣子 大家都很熱情 那因為源自於我們的家人長輩 跟這塊土地的那種很有很好的良善的職場 仙人過去的這些祖先都是非常有德性的人 也影響到我們的後代子孫 我的先生告訴我 開始在這個農場 一定要跟他講這兩個典故 草石動的生態 要講道讓我笑道的文化 所以成了我教育的重點 那麼也種了很多的香草植物 那麼不但是我們的經濟來源以外 種植這些種植物呢 做手工造 黃藝 那麼也可以讓小朋友做宣傳教學 以及他們去田間種玉米 知道這些植物的生長由來 它的營養價值 那用這樣的一個活動 讓小朋友來農場的時候 也練做食農教育 那麼去採玉米回來做餐 採青木瓜回來做餐 做手捲 然後做什麼做什麼 這是我們的咖哩飯裡面有 木瓜 然後一起料理 我們的藥山燉湯 這些都是我們家農場的特色 我們也賣一些手工料理 如果你需要的話 農場裡面有很多的 很好的 我們自己做的手工 素食的料理 這些都是比較好的產品 那麼最棒的 我們家的青木瓜酵素 把它帶回家 那麼幫助你把腸道清乾淨 把你血管擋住脂肪給分解 那麼讓我們身體 那麼口中生肌 請問你剛喝那邊 有沒有嘴巴生口水的 有 對不對 好 那你知道口水的台語怎麼講嗎 三個字 你已經講哪個字 還有一個字沒講出來 好 海語 水暖的台語怎麼動 以前人有什麼 水暖爪 好爪是什麼 爪就是用全 原來你身體的那口中血在哪裡 在你的嘴巴的口水耶 可是我們都不知道口水很重要 用一把鑰匙把它啟動 就是我們家的酵素 你的嘴巴就生肌了 生肌都可以做什麼 各位 生肌就會把身體的酵素給提煉出來 你身體自身有酶系統 就是你的好酵素 但是你沒有流口水 你沒有生口水出來 生肌出來 你的這個嘴巴 他口乾舌燥 很容易就生病 各位這樣子你懂嗎 所以老人在跟你講 我要去搭起扣 我跟你講 他在跟你講 他快要生病了 所以他會變得很難睡眠 他會變得很難排便 他會開始 那種血壓會飆高 糖會飆高 因為他沒有很好的水分 幫他代血 幫他這樣子做清理 做乾淨 所以各位 我們家清高酵素真的很棒 是一個好東西 好 謝謝 感謝大家 謝謝